维方风筝已经有千年历史 近年来,维方民间手工艺人在风筝的材质、外形、用途等方面创新发展 使古老的纸鸢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杨家部是维方风筝发源地 这里的数百家风筝店每天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风筝爱好者 随意走进一家门店就像到了风筝博物馆 硬式风筝、软式风筝、串式风筝、板式风筝、立体风筝 让人目不暇接 跟我们南风的风筝不一样 南风风筝是平民的 它这个创新在什么地方? 栩栩如生 这个嘴啊 这个你看这个脚啊 这些看似非常漂亮 放上去的时候就像一只完美的大鱼在天空飞一样 非常漂亮 多年以来 维方风筝虽然做工精湛 却样式较少 缺乏创新 素有十个风筝、九个叠之说 题材比较单一 自1984年 维方举办第一届国际风筝大会以来 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风筝好手 齐聚这里 带来了全新的风筝样式和玩法 使维方当地的风筝艺人思路大开 原来我们这个竹子呢 就是做一些小中型的东西可以 真做大型的东西呢 这个竹子还难打到这要求 你看咱们现在用的新型材料也不一样了 包括我们这个绘画的这上面也是 绘画的时候嘛 我们原来用这个品色 天气受潮啊 或者是有点水啊 就用脱色 像我们现在的这种颜料呢 既又不褪色又不怕水 所以这些方面呢 这个提升的 对我们整个维方的风筝提升特别大 如今维方的风筝艺人在传统风筝基础上 研发出多款新产品 在风速很小的情况下 也可以放飞的软体风筝 可以让顾客自己填色的DIY风筝 在空中闪闪发光的LED风筝 当作室内装饰的摆件风筝等等 它们扎制的巨型龙头风筝可以长达120米 而微型风筝直径则不足一厘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